我们会关起来 哎呀 讲 大家好 我是Tujia Tujia 今天在台北市的搜集圈 训练记得 我来这里因为是我很好奇他们怎么训练 因为是你们知道Tujia 的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的住院队跟这边的过去Tujia 帮忙 真的我们非常感谢 可是我好奇他们怎么训练 我超喜欢过我们 所以今天我来这里拜访他们 还有我们有秘密的任务 我们赶快开始拍 你们看这里的 哇帅哥 帅哥欢迎 来客人他直接在这里打招呼 这里有台北搜集圈的领床员 博先生 我今天有很多问题 我想要跟你问 没有问题 第一个是他很可爱 他一直看我 一个狗大概多久有训练 他们几岁开始吗 我们一只狗呢 他从刚出生的筛选 他就会一直去做一些社会化的培养的训练 那个部分会是在幼犬的阶段就去做 他是为了让他的个性能够比较有亲和力 那不要去害怕各种环境 那会是比较初期可能在六个月以前做这些部分 对那他等到有一定的程度之后 等到六个月到一岁之间 或者一岁到一岁半之间 这段时间我们就会开始有各个单位去做一个挑选犬姿 看他适不适合成为一只搜集圈 那如果他适合成为一只搜集圈 我们才会开始做搜集圈的服从跟搜索的训练 所以你们先试他会不会适合 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救援队也去土耳其帮忙了 感谢国野区了 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 台湾32个小时内到土耳其开始慢慢 还有我好奇的 我知道你们很快帮忙别的国家 你们还有学很多东西 你们还有去除了土耳其外去哪个国家慢慢 我们最早包括全台北市搜集圈队去搜索过的国家 包括伊朗海地沙瓦多 然后包括之前的那个四川大地震 跟日本的311大地震 所以我们出国过的案件还不少 对我们都要经过包括像救助的训练 搜索救援的训练 那接下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搜救队 搜救权的有不同的种类吗? 看的比如说地震的部分还是别的部分 有这种的还是都可以吗? 搜救权的种类划分至少有超过五种以上 地震的瓦力堆搜索 那有的像是山林间失踪那个叫广域的搜索 大范围的搜索 还有一部分是包括足迹的追踪 雪地的搜索 那其实各种搜救权它的训练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搜救权其实它是没办法混用的 台湾现在有新的一个就是嘛 台湾可以帮助 真的台湾可以帮助 台湾8000公里远的一个国家 可是32个小型的一到38万 真的感谢你 我们还有现在去秘密的一个人物 我们去看看 这次是我所带的搜救权 通过秘密集的评测 那它的名字叫Yusa 那它今年已经七岁了 算是一个犬肢的敏捷训练的部分 那也会训练它包括爬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去克服它的对高处的恐惧 这个部分是训练犬肢在穿越不同的地形跟不同的障碍物的部分 器材项目是我们的摆盪桥 它是不稳定平台的一个训练 那它是主要训练犬肢在收救过程中 在瓦砾堆上它可能会遇到很多倒塌建筑它是不稳定的 那我们要让犬肢练习在移动的过程中 接受指令上到一个不稳定的地方 它能够保持平衡性 上去 停 停 放 好 它是 它叫马克 今天已经八岁了 然后他刚退休 他已经有帮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企养家庭了 对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他知道他现在是 加班 今天算是加班 对 7岁退休 然后如果他能力 工作能力还可以的话 就是延长一年八岁 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在八岁的时候 帮他们找那个合适的企养家庭 那如果 如果在八岁之前有伤病啊 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会让狗狗提前退休 就是会以狗的人力下去评估啦 不是说一定是八岁 它是我饲养的 我负责训练的犬姿 他叫MATT MATT 然后他今年四岁半 那这是我们基本的服从训练的部分 包括一开始会让犬姿在角侧做一个待命 然后后续会有一个角侧半弦 就是他要跟着我行进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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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然后后面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些敏捷器材的训练 包括这一个是一个滑动平台 他在犬姿上去的时候 那个平台因为底下有轮子 他会做一个滑动 犬姿上去他就会有一个不稳定感 不稳定感他就必须要用他的平衡感 跟去克服他那个不稳定的部分 Good 好 等等 好 好 可以看到他上去之后他是站在上面 他滑动 他是他是没有没有害怕的 Here 好 他可以跟着我在旁边做行进 然后完全完全都可以走得很自然这样子 水平梯是为了克服灾害现场的时候有一些环境他可能人员跟犬姿都没办法做跨越 那没办法跨越的时候我们就会架设一些梯子去辅助我们做行进 那犬姿就要学会怎么走水平的梯子 Go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梯子上面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的 然后都可以很自然的做行进 隧道的部分是让犬姿可以克服我们指挥的时候 他有需要进去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做搜索 那比较黑暗的地方有一些犬姿他进去他可能会害怕 那他必须要克服他的恐惧感 Go Good 我们犬姿因为平常他的搜索都在台湾做训练 那在台湾做训练他找的都是本国人 那他还没有找过外国人 那可能本国人跟外国人的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饮食的习惯不一样 然后或者那个人种不一样 他身上味道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邀请图佳来帮我们做一个躲藏 所以我帮忙他训练 对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训练 我现在变成台湾人 每一道也一样 每一道 我等一下试试看 还有给他吃的东西 很大壳 我一天没有吃这么多肉 现在我进去里面等一下过来找我 你们看很小的一个地方 会不会闻到我的味道 外国人的味道 我们现在试试看 他刚刚找到我 之后他已经找了 因为是如果比如说地震有倒塌到楼的话 他进去里面马人不进去的地方 他看到人的话 他直接叫 在这里有一个人 你们赶快来帮忙 他们真的很聪明 感觉怎么样 感觉他已经找到我 那你就稍微蹲在篮筒后面 看不到你就好 那我们会关起来 好 他一直靠 我这样说的 他一直看我了 其实今天我来这里 我更了解 手足圈的训练 还有尤其是有些知识 我真的很开心 还有博先生 感谢博先生 介绍很多部分的 还有今天 突然参加了咪咪的一个人 我真的跟他们一起玩 超级超级可爱的 但是在这里我有现在新的兄弟们 你们看他 他因为很年轻 所以他很活泼的 我现在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训练 训练是真的很长的一个时间 需要的话 帮忙去别的国家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